另外的巫统在总部开会之际 国盟也在今天召开了大会 主席单思李慕尤丁是隔空嘲讽国阵一再施压首相 要求要尽快在今年内举行全国大选 证明他们其实并不强大才会担心吃败仗 慕尤丁形容看起来相似的国阵和国盟 其实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 批评国阵一心捍卫本身的政治利益 不惜滥权贪污 和始终坚持维护人民的国盟完全不同 国盟今天在雪兰儿沙登召开年度大会 主席慕尤丁除了列属国盟主导政府期间的种种政绩 还批评敌对阵营国阵 慕尤丁认为第15届全国大选最迟可在明年的9月中举行 但巫统主席拿都斯里阿莫扎西一再要求尽快大选 其实这凸显了国阵并不强大 相较于国阵的不安 乌尤丁表示国盟是真正的男子汉 任何时候都准备好迎战大选 只是希望首相拿都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记得和国盟的协议 也就是和作为政府一份子的国盟商讨之后 才定下解散国会的日期 他不排除首相可能会在 2023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国会的隔天 也就是10月8号就宣布解散国会 另外慕尤丁也形容 国盟和国阵看起来或许很相似 连旗帜也很像 其实两个阵营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他引述阿莫扎西在雪州国阵大会上 叮嘱财政部长拿都斯里·东姑扎鲁的一番话 强调国阵和国盟秉持完全不同的核心宗旨 穆尔丁扎西在雪州国阵大会上 的政治利益不惜滥权贪污 前手下拿都斯里纳级SRC案件 终极上诉失败打入大牢 国阵还因此质疑司法独立 甚至威胁司法等等 而国盟则是坚持专注帮助人民 慕尤丁希望选民在来届大选 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出真正为国为民的政府 打造零贪腐的政治和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